一个小朋友手放到他嘴巴 一直摇一直摇摇摇之后 我真的快崩溃 两岁女童笑起来天真可爱 小的两颗门牙可不是掉了在换牙 而是被男同学硬生生斑断 妹妹在家里陈述的状况是说 一个小朋友手放到他嘴巴 一直摇一直摇摇摇之后 嘴巴就痛痛了 小小年纪还不懂到底发生什么事 家长说5月14号到幼儿园 接小孩放学 却看到女儿门牙怎么没了 嘴巴还血流不止实在心疼 校方说他是因为撞到桌椅边柜 然后造成牙齿掉落 那我怎么想都不对 他完全没有任何的伤口 没有任何的红肿 越想越不对劲 家长隔天到幼儿园 要求看监视器画面 偏偏这么巧 唯独发生意外的教室 监视器故障 什么都没拍到 我觉得学校一定有他想要隐瞒的部分 会这么想不意外 家长事后发现 出事当天上午 有牙医到幼儿园 帮孩童牙齿屠服 放学时小朋友也玩起角色扮演 他们两个在玩可能 医生跟患者的那个 就扮演游戏才会造成这样的结果 他的导师是背着小朋友在整理书吧 那另外老师是坐在边柜 完全不晓得这中间五个小朋友在做任何的动作 好好的牙齿被同学给连根拔起 女童出了吃东西有困难 许多阴也都发不出来 一堆不移症 意思说只能开刀 才能让横齿长出来 刺发原因其实就是两个小朋友在推进 然后碰撞到之后 没有脱落的状况 那其实就是意外事件 右身跌倒当下其实是 老师是有马上就做处理的 所以其实没有耽误到任何的时间 傻眼的部分是你完全在隐瞒事实 隐瞒事实然后又不提供见识器画面 然后对于承诺要给我们的一些切结书 后续赔偿的部分你一再拖延 这是让我很难很难接受的部分 不满原方扯谎谢泽 家长怒向教育局投诉 原方是否处理不当 教育局还要查清楚 不过在这之前已经抓到多项违规 两岁小孩玩耍没拿捏分寸 女童妈妈愿意和对方和解 但玩到门牙斑断 原方难辞其咎 这份和解书 家长不但签不下去 甚至不排除提告 突发中心 到底是怎么照顾小孩的 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